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包括Audio 跟Video Audio 就是声音 Video 就是影像 再是设定声音跟影片的多格式的来源 如果加入Fugure的图还有文章 就是用Fugure 里面就是放图片 所以我们只要放图片用IMG的标签 然后要抓这张图片就是用SRC Fugure的标签它是形成独立的区域 如果单独的使用IMG它的标签就说呢 这边的文字就会排列在这张图的周围 好 那我们就看一下的这一个程式 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出来的BODY BODY里面它有先放的文字 就是趁着假日外出等等 然后呢Fugure这边就放了一张的图片 就是001的JPG的图片 接着又是文章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我们的网页所显示的样式 样子 好 那我们用的Google Chrome来看 所以这一张的我们就先显示文章 再就是我们的图片 现在就是文章 好 那如果我们用CSS的来控制呢 好 那我们需要怎么去修改它 我们先将的程式呢 我们把它复制到我们的编辑器里面 好 那我们就用这个来 好 那我们就从纪事本 好 那我们修改它的 把它另存新档 我们就用今天的 今天是1126 好 我们03 然后下面的存档类型是所有档案 因为我们这后面已经有它的副档 副档名 然后编码是UTF8 好 那我们要用的CSS去控制 所以我们这边呢 我们把CSS放在head里面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知道我们这边要设定Style 好 那我们知道 我们先将我们的Body 好 我们Body呢 我们还是一样 Body是把它设定Style 它的宽了还是一样 百分之一百 就是全部都要 接着就是 好 那我们把这个整个呢 我们把它放在这个Division这个区域里面 好 接着呢 我们先 我们先让它显示一次 我们再去修改 我们的整张图 我们要怎么去 用过空来显示 好 那在这边 我们就是 我们希望了 将这些的文字摆在中间 图也是 好 那我们 那图呢 我们希望 将这图呢 把它弄稍微小一点 然后接着 我们也有Body 就是边框 好 那我们的 就将这个Image 这边 我们看到的Body 有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 它 我们希望让它的Size 再来就是它的Style 最后呢 最后就是边框的大小 最后就是边框的大小 好 先放Size 就是Border的Size 就是Border的Size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的Style 就是我们要采用什么样的边框 在最后呢 在最后呢 我们就是Color 就是我们边框的颜色 好 我们的Size呢 我们用三个Pixel好了 再Style 我们就是采用Solid Solid 好 Color呢 我们就是Light Blue Border 那Border 我们已经设定好 设定 好了 然后接着呢 我们的这张图呢 我们的Size 我们就是 Width 跟High Width 是它的长 High 就是它的宽 好 那Width Size的话 我们就给它 我们的设定 50好了 然后宽呢 我们也是一样设定50 好 那我们的 我们就执行 好 那我们的Border 有显示出来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下面 好 下面就是 我们希望了 将我们的 这些的文字 也是一样 还有图 都把它摆在 我们的 整个的中间 好 那我们就 用我们整个的Body 去控制好了 用Margin 然后 我们知道Margin 它有四部分 就是Top 跟 Right Button 最后就是 Left 最后就是Left 好 那我们先的Top 5的Percentage 然后呢 在Right 还是一样 维持是0 就是不动 Button呢 也是一样 最后就是Left 我们的 因为要摆在中间 所以我们的 要往 右边移 就是表示我们的 左手边 要空出 空间 好 那 我们要 我们就用 20的Percentage 我试试看 好 所以呢 它要往右边 稍微的移动 因为它是100% 所以呢 它的右手边跟左手边 如果是一样的长度 就是 就是 表示是有摆在中间 可是这样看起来就是 右手边还是比左手边 还要多一点 所以我们稍微再修改一下 就是左手边 嗯 多了5的Percentage 可是 结果是左手边比较多 还是 好 那我们的 这边 我们把 23的Percentage 好 那这样大概就OK 好 那现在就是 我们这个 文字 它的 白色 似乎 还不够 在我们的 中间 好 那我们在这边 我们就用 DIV 去控制 好 文字 这部分 我们可以 就是 我们要 FromFamily 好 我用标开提 接着就是 我们的 Fone Size 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Fone Size 我们 给它稍微大一点 我们就 1.5倍好了 就是 150 Percentage 好 最后就是 我们将它 摆在中间 所以我们用Margin 所以我们用Margin 那我Margin Left 好了 就要设置 左手边 好 那我们用 5的Percentage 我们去 我们去试一下 我们去试一下 可是它 我们这张图 也跟着变 因为 我们这个 是整个 Division 是整个都是有 有受到关系的 所以 在这种情况下 因为它是文字 然后接着再摆 我们的这张图 所以当这文字变的时候 它整个的 呃 变动的时候 这一个 也会受到 影响 好 那 那 假设呢 我们的 就是不希望 这个文字 太长 超过了 我们这个范围 好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们怎么去 修改了 好 好 那我们就在Division 这边 我们设 我们的 Vis 把它设为 是60%去 我们试试看 会不会影响到 这张图 有 因为我们的 在这Division里面 也有曝光图 好 那我们把它设定回来 然后 后面 那我们只能再多一个标签去控制 下面的这个 好 我们的P呢 我们就把它设定 我们的Vis 好 所以的 这个长度就跟 上面就差不了多少 好 那这样子 就比原先的好看多了 好 那如果我们的采用是Google Chrome 我们来看一下 好 那也是一样 我们就按 就是我们的F52 然后呢 我们就按F52 好 那我们继续录 那 那我们原因 为什么用的 按的 就是F12 也就是我们希望 就是在我们的Mobile 的Phone里面 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它 在Mobile Phone里面 它显示的 会是怎么样 可是我们的 手机的大小 也都可能不一样 所以我们大概 我们在这边 大概我们就是 设定 它 大概是在320到480的范围里面 好 所以呢 在这边 我们就取它的中间好了 就是大概在 如果480的话 480大概的范围是在这 大小是 是在这 呃 呃 这种的样子 好 那因为刚才 我有将那个 我们的图的大小 把它改 本来是5050 可是5050 显示的时候 实在是太小 所以呢 我们就把它改 稍微是 大一点 就是84 好 那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再把它 改70 我们再试试看 好 所以这是70 好 那另外一个 就是我们的实质上 它并没有摆在我们的整个的 这个手机的中间 好 那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修改一下 在243的margin呢 好 就把它改成是15 好 那这样子也是 稍微是 左手边还是 稍微多一点 好 好 那我们12 好 那 看来好像也是 左手边是 稍微 好 那我们就 13 12 11 好 接着呢 我们要修改是 下面的这个文章 因为 希望它是 稍微是 在 右手边 所以 divided margin left 这边 可以再多一点 还有的 另外一个 就是 我们的 我们的 这个文章 我们是用p的标签去控制的 然后我们去占60% 我们把它 多一点 因为它的60% 是 我们把它弄成80% 试试看 好 好 所以 这是80%的样子 可是 我们的左手边 这边的size 是 稍微是有 大一点 好 那我们在division这边呢 我们的left 如果我们把它变成是 0 0 然后 然后 我们把它的 我们设定它的right 好了 好的 right 然后我们把它 用5的percentage 好 所以这样子的话 那就 比原来的 理想 还有 我们也希望是 这边也可以控制 因为 在我们手机 的size 跟p 是不能比的 因为它的size 是比较小一点 好 所以 我们这边呢 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用p 来控制 好 那我们也试试看 好 所以 呃 这样子大概就 比较理想了 好 虽然这边没有对齐 看一下 可是 在我们的蚊子上 好像也没有什么 弊病 所以看不出来 为什么它空了一个 空位 好 那我们现在 我们就 然后 再 回到我们的原来的 这个 好 所以这个呢 就是 我们在 我们pc 它的样子 然后 刚才 是 我们是 在 我们的 就是 手机 好 那我们就 这一部分 我们就先 讲到这里 我们再继续下面的 好 那这边就是 如果把它 加进去一个 就是 caption 就是 图片的说明 好 那我们就看一下 就是 呃 02的 这一个 这一支 程式 好 我们的 caption 呢 我们是设定在这里是 本月呢 是水手拍 by Canelo COS 650D 好 那这边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 它会长什么样呢 所以呢 它只是 多出这一个 而且呢 它是摆的 非常正中间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另外一支程式 因为 这边 啊 又有说是 放多张的图 在我们的 网页上面 好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一支程式里面呢 它放了三张的图 然后呢 我们就 还有 它有加 加进去 就是 用CSS 控制它的 caption 还有它的 image 它 image 它控制是 加入它的 border 它是一个pixel的 border 它是一个pixel的 border 是用的 就是 画出它的 border 是实现的 然后颜色 这个是颜色 好 然后呢 在它的 caption 这边 它有控制 它的 weight 也就是 它是用 要出体 然后 它会把 它的文字呢 把它摆在中间 所以呢 所以呢 所以在 caption 它摆在中间 它摆在中间 是它 这边有用text text 而来 来控制的 好 那 我们看一下 可是呢 在这边我们的 发现 它的这一个呢 它是 它并没有在 这三张图的 正中间 它是摆在 整个网页的中间 好 那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呢 我们的 text online呢 实际上 它是整张的网页 然后在这边的 border 它都没有说 它没有设定 它是占比例多少 那就表示 它整张网页 就是 它都是要用 然后你摆在中间 它当然就是 以整张网页的中间 为它的标准 好 那如果是 这样子的话 在我们的 就是 我们怎么去控制 好 我们也是一样 就是 接着我们用这支程式 修改 然后将 使用css 来控制 格式 好 那我们就 这支程式呢 我们今天放在 是在 ex08 1 2604的 这个 的 档案名字 这里 好 那在这边呢 它 原先 它有用css 控制 就是一个是用 figure caption 另外是 img 它有用这两个 然后呢 我只是加了 加进去一个body 也就是 我们要移动 这样的 这些的 我们先的 用的 google chrome 我们要去控制 所以呢 它稍微有移动了 好 那接着 我们将 将这一部分的 就是 趁 假日 还有在 这三张图 最后的 我喜欢 万无目的的 拍照这边 那我们就把它 设定为 是一个division 也就是用div 好 那 在这一部分 我们就 让它执行 好 还是一样 原封不动 因为 我们只是加进去 一个div 的 标签而已 好 那 接着 我们要 就是要 控制的 我希望 是 将它 整个 打开 我们可以看出来 那 这一部分 还是放在 左手边 好 我们将它移动 看 可不可以放在 我们的 右手边 好 那我们在 div 这一部分 我们的 再加进去 好 好 然后呢 我们的margin 是在 设定是 left 还有呢 就是 我们这部分呢 我们也加进 我们的 text family 这里 我们设定 它的 字体 我们用 标凯体 好 那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 风 size 我们把它 稍微大一点 就是150的 percentage 就是1.5倍的 原来的 100 8% 100还是一样 跟原来的 是一样的 的 大小 好 然后呢 我们把它 还是不要移动 如果我们用text line 然后呢 最后一行 它就摆在中间 这不是我们所 所希望的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就是 它 有没有移动 好 现在我们可以看出来 它整个 这张图是有移动 好 那另外一个 我们要去更改的 就是下面这一行 我们希望呢 将这一行呢 把它 就是 跟上面的 size 是 那 大小是一样 不要是 一直的 到 就是 到最后的 好 那 这一部分呢 我们就 我们设定一个P 的标签 然后呢 这个P的标签呢 因为我们是 将这个字的长度 把它 把它缩小一点 所以我们用vis 来控制 然后我们就 用60%去看一下 是不是 太短 还是太长 还是希望是 再稍微是 长一点 所以 这边就是 用70% 好 那 接下来 我们介绍播放多媒体的声音 影片的 就 声音是audio 影片呢 是video 然后在这边的 答案的格式有mp3跟mp4 mp3是audio 就是声音 然后呢 影片是mp4 还有其他的 就像video 影片呢 还有webm跟ogg 然后呢 在audio的声音这边 它 它是叫做 WAV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ogg是一样的 好 那audio跟video 这个 这两个标签呢 它是支援是多媒体的 档案的播放 不过它也 仅限于是特定的影音的格式 所以呢 在html 支援的多媒体的格式 里面的mp3和mp4呢 是比较常见的格式 然后特别注意的是 video的标签是要使用是mp4 然后它的格式呢 它也只是支援是h264的编码 其余的编码就没办法使用了 好 那audio的标签呢 我们要去找出audio的它的位置 就是用src video也是一样 然后呢 结束呢 是用斜线 再是大于 就是 没有这斜线也是可以的 好 然后呢 我们现在给一个例子是ex0804的这个 好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错误在哪里 它的错误就是 后面这个 我们要有一些的属性 然后告知说 我们这个影片呢 它是要怎么播放的方式 所以呢 这是不管是audio跟video都要有一个属性来介绍 它当它play的时候 它要怎么 它什么方式的play的方式 好 所以这边有讲说错误就是 忘了就是加入它的一些属性 有哪些呢 就像autoplay autoplay的意思 它都自动它就会播放了 然后呢 如果是我们加上control的时候 它会将play跟pause的按钮也会出现 然后呢 如果设计是hide 这样子的话 它就把影片的长度也会 就显示出来 loop的意思就是重复的播放 就是controls loop 不可以只是加上一个lop 要controls 还有再加上loop 然后mute也是一样 就是要加上controls 就是代表静音 然后poster 它说它只show image 然后等到使用者 它按播放 它才会播放 然后pilot 就是影片已经下载 然后src 就是我们刚才已经知道src 就是它将这个video的或者是audio 它的档案把它找出来 所以呢 它的单位是URL 就是去搜寻它这个影片的 它手放置的位置 所以也就是透过的路径 然后呢 找到这支影片 或者是声音影片 声音的档案 WITH的这边就是影片的宽度 所以呢 就是我们可以WITH跟HIGH 它的单位都是pixel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从04到07 这个 好 那在04 它就将 它的属性 它放进去的时候 autoprep 好 那我们就 我们就执行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好 那它会 确定一下 确定一下 好 因为它后面 所以 怎么会是如此 好 那我们把它加进去 我们知道 Ctrl加进去的时候 它的 它的 Play的按钮 它就会出现 好 那 我们就 执行 是 05 好 所以可以看出来 它有这个按钮 就是播放 或者是 结束 这样子 然后声音 要多大 声音 是要 前部的荧幕 或者是 不是 好 那这边 我们可以看出来 它就是 Ctrl 它就是会这样 出现 都出现了 这一个 这些的功能 好 接着 第五 第六 好 我们先看一下 第六 好 第六它是 AutoPret 然后呢 AutoPret 它也加上 Ctrl 好 那我们先将 Ctrl 把它拿掉 只有AutoPret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它执行 它的那个画面 它是 跟原来的 Ctrl 有什么不一样 好 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出来 它 我已经把它关起来了 所以 它是没有的 这一部分 好 那如果是 两个呢 Ctrl 也把它加进去的时候呢 所以 它就多了 这一个 好 那下面还有就是 声音的这一部分 好 那我们先终止 这是蛮好听的音乐 可是呢 我们还是要节省一点时间 好 那我们现在的 再来看一下 好 那这三 这三支的程式 我们都已经看完了 第一支 我们所刚才先看的是Ctrl 第二个是AutoPret 然后最后所看到的是Ctrl 跟AutoPret 好 这三个我们都已经看到了 如果我们是Ctrl 跟AutoPret 实际上它也是一样 它是Ctrl 它下面有Ctrl 的按钮 不过呢 它是自动 它就先Pret 它不用等你去按那个Button 好 那 接下来的这个 也就是 我们将的 实际上是相同的一个 一个档案 它只是用不同的 就是不同的 它的 一个是MP4 另外一个是OGV 也就是O 然后呢 另外一个它的 它的格式是Wave 所以呢 这三种的不同的格式 好 那我们就来播放看看 看 来了解一下 这三个 它有什么不一样 实际上呢 都一样 可是 唯一的就是 有些呢 在IE里面它不支援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 是不是 不是 好 应该是 应该是 应该是这一支 程式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在这一支程式里面呢 我们将这两个 它 它 我们先 我们先修一下MP4 好了 我们将的 下面这两个 我们都把它mark起来 所谓的mark 就是跟 跟说明一样 也就是它并没有去执行 好 那我们现在呢 执行的是第一个 好 好 那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就将这三个 都去执行一次 好 这个是 就是 Google 口 好 那接着 第二个 我们就是 执行IE 这次 好 MP4 IE也是可以 现在问题是 下面那两个 它是 不可 是 不能 是 没办法 它没有支援 IE 对下面那两个 它是不支援的 好 所以的 MP4 不管是 MP4 不管是 就是 IE 或者是 Google Chrome 或者是 Microsoft Edge 它 这三个 都OK的 好 接着我们就来试一下 就是 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 Org 我们就将 这个呢 把mark 就是 它不会去执行 MP4的 这个 这个 那我们来测试一下 这是 Org 这一边 好 然后呢 这边我们就是让它执行 这个是Microsoft Edge 所以 所以这是OK 然后 这个是 那个 Google Chrome 也是OK 好 最后 我们就测试 IE 好 所以它就出现 是不支援 好 所以我们知道 Org 对 IE 它是不支援的 好 接着第三个 好 第三个就是 WebM 这个 好 那我们就测试 这个 最后的这个 WebM 这个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的 IE 好 所以呢 WebM 它也是 不可行的 然后呢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是 Google Chrome 这边 好 这是OK 然后呢 最后就是 Microsoft Edge 好 所以 这是 没问题的 好 那这个 我们已经测试完了 接着 我们再看一下 下面的 好 那这边 它说 Audio跟Video的标签 它除了是用 SRC 的属性 来设定 我们的 媒体档案的位置 也可以是搭配的 Source Source 是来源的意思 它的标签 来设定媒体的来源 所以呢 Source的标签 它的 优点是 就可以利用 多个Source的标签 来指定不同的 媒体的格式 就像是Audio 还有Video 可以预计Source的标签的 顺序 所以呢 尝试来指定 的格式 是不是在 浏览器上 来播放 好 这边我们可以看出来 它是用Source 所以 Source Src 它 最上面是用Video 然后Video 它这边就把它属性 就把它指定出来 然后这Source 只要来 寻找 这个 设定它的媒体的位置 还有它的Type 它采用的是哪一种的格式 是MP4 呢 Org 或者是VM 这样子 好 那这边就出现 所有格式都不支援 将会显示这个段落的讯息 然后下面这个也是一样的 它只是 它只是把它 它只是把它 Audio跟Video 它需要使用成对的标签 将就是 Source的标签 把它包含 所谓的成对 就是Audio 然后写一些Audio 所以这样是一对 然后将这些 这些的就是 就是这些的媒体把它放在里面 好 那接着它说 Audio跟Video的标签 除了是前面的 已经介绍几个属性之外呢 还有许多可以用来 控制媒体播放的属性 所以呢 包括是控制媒体的播放啊 听词或者是播放的速率 还有是音量等等 这些的属性是必须要通过什么呢 要通过JavaScript来控制 甚至呢 可以是利用程式设计一个播放的控制器 所以如果你对JavaScript有所研究的话 然后想要了解Audio 还有Video的标签 还有哪些的属性可以使用 好 所以就可以写用JavaScript的程式 来控制 好 那参考的网址有 有这一个 在这边呢 它会项链 Audio跟Video的标签的属性 还有事件跟方法 然后另外一个 这一个它是 是一个非常相近 而且是使用的Video的标签的幻例 所以呢 在这一页里面可以看到 影片播放的时候 所有的各种的属性的变化 所以呢 那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从这边来 从这一个可以看出更详细的 好 那这一张我就介绍到这里 好